嗨大家好我是阿美美 我们都知道水苔用在兰花地方很多 水苔这种东西其实还有很多地方也都可以用 那我最近有利用水苔来种一些植物 我是把它做成水苔球 然后在上面就是说种一些自己喜欢的植物 那经过差不多也有一两个月 我觉得好像还不错 我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首先来先看这一个水苔球好啰 这一个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个水苔球 这上面我觉得很像是类似那种蕾丝爵 这个那时候种了好几颗 那也有长 长得还不错 然后感觉的话也没有缺水的样子 因为我都有给它浇浇水 然后排水性应该也还ok 这是第一颗给各位看的 好可爱 就把它掉在半空中 好再来第二个 我们看第二个 这个我记得是鹿角爵 种了三颗 各位可以看 这边还长新叶子 表示它生长情况是很很不错了 好再来 这样这边是种了三颗的鹿角爵 我是觉得不错 因为鹿角爵我家有很多 那时候有好几颗好几十年的鹿角爵 它都会长很多小牙 我就把它剥下来 然后种在这里面 结果也不错 各位看 种在水苔球上也是长得健健康康 再来再给各位看另外一个水苔球 这个也很可爱 各位看是不是非常的可爱 这个是钓篮 因为钓篮它常常会有很多小牙 我就把它剥下来 然后种在这边 我记得弄了四颗 然后现在也长得健健康康 还不错 所以我觉得用水苔球来种一些植物也不错 然后把它吊在半空中 然后来装饰也是很好看 其实我们去花市也常常有看到 有一摊有在卖水苔球的植物 那也是很好看 所以各位其实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利用水苔 做个水苔球来种一些东西 然后又好看 然后也不会太难养 应该也是说水你要定时给它浇 保湿性也还好 那我是怎么做这个水苔球 我是用水苔外面再包一层沙网 一个网袋应该叫做网袋 那你也可以用麻绳把它绑 绑成一个球状 再来种植物也OK 那或是说你把它做完以后 放在水盘上面应该也是很好看 就是看每个人巧思 看你要怎么样去跟它弄都很不错 那这个就是我种的水苔球 这个都不错吧 好那就介绍到这边 那希望各位会喜欢我的频道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 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也请帮我按一个赞 我们下回见喔 拜拜